建议大概可以几件事 第一个答案就是 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这边的范围资料 放到这边 让它变下拉清单 里面可能会用到几个概念 第一个 我是建议 因为将来这个资料 也许不会在同一个工作表 如果不在同一个工作表 如果你要跨工作表 去选举资料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我们之前讲过 那个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就是把这个名称先建立一个叫 编号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所谓的顶端列 意思就是说我的名称 刚好在这个选举范围里面的顶端列的意思 那我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名称管理员里面就会有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呢 它对照到的就是这个底下的范围 上面有个名称叫编号 OK 那我们第一个 我是建议 将来如果你资料范围比较多的话 用名称来做处理会比较好 那好处当然就是说你将来这个名称是有意义的 你要存取的话会比较相对的容易 比较看得懂 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我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你可以从资料里面的有个叫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 特别注意哦 这个不知道各位熟不熟啊 因为这个还蛮常用的 资料资料验证 里面的话预设是任意值嘛 请各位把这个任意值改为清单 来源的话呢 请你按F3 这个时候就有编号了 反正名称对照的就是一个F3的一个按钮 这个前面好像有用过类似的 我好像在那个黑名单筛选啊 还有在那个那个就是乐透彩 那个题目里面都有用到 今天还是会用到 OK按确定 所以往后啊 如果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一个范围 你干脆就是用个名称代替 那这个名称是有意义的 你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下拉清单 诶 编号就会自动过来了 OK 所以 而且哦 它是跨工作表的 也不管你这个资料在哪里啦 反正你按F3 可以找到它就可以存取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姓名 我要把它带过来的话 那几个方法 也许我们先用lookup来做 那lookup插入函数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类叫 简式与参照 其中一个部分的话叫lookup 当然哦 我刚刚讲过啦 这边好几个 像index indirect 像match obset 或者像vilca 这边都有 其实都是常用到的 这个查询函数 那它的概念呢 基本上就是在某一个范围 那它的有个编号嘛 它的同样编号 同样位置里面 我要抓其他资料 那比如说我用lookup函数好了 用预设的 我看看确定 里面的话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 请问一下你要查什么资料 那查的资料 基本上就是上面的编号 所以你给给它一个h3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这里面我现在还没给资料 所以里面它空字串 它会先抓到是0 ok 那这个lookup 意思说 你要查的这个资料 它在哪个范围 所以你要给什么 给编号的范围 这个范围叫我们编号的范围 除了你 因为你会发现选完之后 因为我刚刚已经给它一个名称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自动会对照到这个名称 另外呢 我姓名要抓过来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 当然你这边因为我姓名没有 没有给一个名称 所以我建议 你干脆这样好了 也把这个姓名到业务水准 这几个 有没有 一起 因为其实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呢 你可以不只做一个 假设你有四个栏位 你其实可以一次全部做 反正只要在顶端列 它会帮你产生四个名称 我看看确定 你会发现 名称管理员里面 姓名 自动对照 总销量 自动对照这个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很多栏 你就一起把它 选的时候记得要选到它的名称 因为名称就在顶端列 那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些名称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做的对不对的话 你游标放在这个总销量 再放到下方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会帮你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名字好了 点一下 它会自动框起来告诉你 这个范围对还是不对 那如果当然你选错了 没关系 你还可以再改 比如说你选太多 你可以再选 旁边可以再打勾就可以了 这个都可以再去增减的 OK 按个关闭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假设我下拉清单 003 我要带出其他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边找一个lookup 用lookup来做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查的是它 在哪个范围呢 在编号 我用F3 F3编号 在编号里面呢 帮我找什么呢 找那个姓名的部分 ok那所以我就按姓名之后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它会自动帮我把003的 这个名字带过来 把它干脆自重一下 放中间 那其他的总销量啊等等的 其实做法差不多 差别在哪里呢 可以把公式复制取消一下 贴过来 把姓名按F3 把它改成什么 总销量 ok打购一下就好 然后这一样的方法 贴上 ok然后这边的话按F3 你可以用名称啊 以后的话 反正哪一栏啊 你就用那个名称来代替 而且这个公式啊 你也会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你将来如果说你不是用名称的话 你光看半天你要去找说 这个范围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他在业务水准 其实看前面这边也可以知道 业务水准 按个打勾 就出来了 那如果当你下拉清单换001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你去改成其他的资料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做一个查询的一个界面 不过通常 资料跟查询的界面 应该会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将来吧 假设你今天把这个 这个这一边的资料 你可以再新增工作表 这工作表名称呢 也许叫查询 叫查询界面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假设这单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 把刚刚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把它分开来 资料归资料 查询界面归查询界面 然后把它Ctrl X剪下来 贴到也许在空一栏空一列好了 把它贴上 那当然你这边可以再把栏宽调一下 其实虽然说他们现在在不同 有没有这个是资料部分 这个是界面部分 虽然不同啊 可是你会发现哦 它的作用呢 并不会改变 而且因为我用的是名称啊 所以名称 不会因为你放在哪一个工作表改变 他就是找那个 他找什么 其实就是根据名称管理员里面 这里面定义好的 反正管他在哪里啊 反正就是去找到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工作表里面这个范围就对了 那未来当然如果你 资料量我真有减的话 你也可以到名称管理员里面 去做一些修改 改完之后打勾就可以了 OK 第一个是利用那个Lugab来做了 但你想说后面练习 如果我希望呢 查询的方式啊 那我可不可以改成 其实在那个查询方法除了Lookup之外 其实可以用VLookup 另外还有像什么Index Indirect 甚至Offset 也许你都可以试试看 其实这几个都可以查 但是查询的特性有时候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针对你可能遇到的状况 去选择哪一个函数来解决问题 会比较好 OK所以请各位 也许先试试看Lookup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也许先怎么样 先把那个资料部分 那个从编号一直到业务水准 这整个范围 先选取起来 然后切换到那个上方公式里面的 从选取范围建立 你干脆顶端列打勾 最左蓝不要打勾 按确定 等于就五个栏位 它会帮你建五个名称了 这五个名称 将来你配合F3 记得是F3 就可以把资料给带出来 这样的使用方式 其实跟资料库的使用方法 非常的相近 那等于就有点像在Excel里面 使用 其实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使用 OK 所以这个概念 我想如果有的话 将来你再处理资料 会更加得心应手 很多同学 比较 有的时候 比较没有资料库的概念 所以在处理资料上面 很容易产生一些混乱 像包含就是说 像Vicron述 有个问题就是 它查询一定只会查第一栏 它不会查第一栏以外的 OK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同学要查 奇怪 我要查的东西不在第一栏 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能用Viru函数 你可能要用别的方法去做查询 OK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第一个 用Lookup函数 去做一个简单的查询 并且配合那个 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裂部分